Ivy都用什么杯子喝酒 大家好 我是Ivy 欢迎来到Ivy的微醺酒馆 花刀期分 酒制微醺 让我和你分享 不玩而美的品酒至高境界 哈喽大家好 我是Ivy 欢迎酒鬼们回到我的微醺酒馆 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 我就带各位酒鬼来看一下 我作为一个葡萄酒播主 家里都有些什么葡萄酒杯 其实在这个频道早期的时候 我是做过一期视频讲葡萄酒杯的 结果整期视频你们关注点 都在那个杯子的位置 那其实后来呢 我回放去看了一下 我觉得还是蛮好笑的 那这期呢我也来回答大家一个 经常在后台问我的问题 如何选酒杯 以及什么酒杯该买 什么酒杯不该买 首先我们来看看 我家里都有些什么葡萄酒杯 这就是一个葡萄酒锅主 家里的葡萄酒杯 大家可以先猜一下啊 我平时真正在用的酒杯有几个 你们可以扣在上方 我说句心理话 我有十个酒杯 真的真的会用的酒杯就只有一个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模一样的情况 就是你买酒杯的时候是根据这个杯子好不好看来买的 是在上方扣一 这是为什么我买了一些我根本不需要的杯子 那我就来先简单明了的讲一下怎么选酒杯 第一你要考虑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也是大家经常忽略的 就是你家里有没有地方可以放 你看我多数这些杯都是有把手的 家里呢必须有一个比较高一点的柜子 如果你家里的柜子都是差不多这样的啊 我劝你就真的不要买这些 你就适合买这些没有把手的酒杯 那第二个选酒杯也是大家经常会忽略的一点 就是你该怎么去清洁这个杯子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因为它有一些杯它的口是特别的小 所以你在清洁的时候你很难把手给弄进去 而且你擦的时候也是很难擦 所以我会建议啊 如果你是那种想省心省力 你在买酒杯的时候你就把手给伸进去 看你的手能不能放进去啊 这样的话呢就会变于清洁 那你都考虑了前面两点之后呢 最后呢我们再来考虑不同的葡萄酒 放到不同的葡萄酒杯里面这个问题 简单说一说我有什么样的葡萄酒杯 没有芭比呢可以说是万能的 也是我平时如果出去野餐的时候会带的 这个是所有的通用杯 这个呢是香槟杯 这个呢是霞波丽杯 这个我最近最最喜欢的一个杯子 也是一个通用杯 这个呢是伯根蒂杯 伯根蒂杯伯根蒂杯伯根蒂杯 伯尔多杯伯尔多杯 卖杯子的时候你就要问问一下自己 你平时喜欢喝什么酒 那我呢比较喜欢喝伯根蒂的 所以我会有三个不同伯根蒂的杯 但是他们的价位是不同的 这个呢大概是在20美金左右 这个是60美金 这个是150美金 但如果你要问我 有没有必要花到150美金 就大概是1000多人民币去买一个这样的杯子 我说实话没有 我真的我这个20美金我就用得很开心了 所以大家在选的时候呢 就选一些入门的价位就可以了 说句实话 这种这么好的杯子是有一个致命的弊端 就是这种杯子不仅能放大一瓶酒里面的好 它还可以放大一瓶酒里面的不好 就是说如果你喝到了一瓶比较中等的酒 像这样的杯子是会去扩大它的很多缺点的 所以选这种杯子去喝酒要小心谨慎 你在选杯子的时候你要考虑啊 你平时喜欢喝的是什么 如果你喜欢喝的是那种比较清淡一点的红葡萄酒 我们就选这种比较大肚子的杯子 那如果你平时呢是比较喜欢喝那种比较饱满有力的酒 我们就选这种比较长的果尔多杯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平时是喜欢喝香槟跟白葡萄酒的酒杯 我不建议你去买这种郁金香杯 说实在的 如果你是注重这个香槟的味道 而不是用这种杯子去看气泡的话 我真心不建议用这种郁金香杯 我呢多的会用这种白葡萄酒杯 但是这个杯子它不仅可以喝香槟 白葡萄酒 红葡萄酒 就是一个all purpose 就是一个通用杯 跟这种ISO杯差不多 那如果当初我都知道这些的话 我只会买了就只有这三种杯子 取决于你爱喝什么 如果呢你爱喝白葡萄酒 会建议大家去买这种通用杯 啥都可以喝完全没有问题 而且像这种ISO杯特别便宜 大概是几十块钱人民币又有了 而且特别的耐摔 最后大家也要想一想摔杯子这件事情 我不知道大家摔过多少葡萄酒杯 但是我就我 我这双手我就摔过至少20个杯子 所以大家在买的时候也要考虑一下 是不是能抗摔 那如果你是爱喝那些酒体比较轻盈的红葡萄酒 你就买伯根地入门杯 如果你现在喝那种酒体重的就买这种入门级的锅耳朵杯 那看完今天这期节目呢 如果对你选杯子有帮助的话 给我赶紧的点赞三连 那其实我家里还收藏了很多喝烈酒 加强酒 鸡尾酒的杯子 如果大家对我的杯子系列还很感兴趣的话 在上方扣一 我下期呢可以做一期关于我烈酒的杯子收藏 那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点赞 关注 转发 那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拜拜